好我们这边来看今天焦点站 猪雀对阵斗舞 怎么说呢 这两只队伍你要问我看好谁 真的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我觉得真的是五五开 这边的话东玄应该是奔着女巫去 前锋机械拿了 没有去抢一个心理学家 还是正常打 你爱搬祭司搬祭司 你爱搬拥兵搬拥兵 剩下一个我拿了 然后再配一个病患 这套阵容就齐活了 要不放弃佣兵可能会心理病患 我觉得也可以 心理病患也可以 放弃佣兵也可以 如果拿佣兵的话 这套阵容会更加扎实一点 拿心理病患就更加针对女巫一点 因为这套阵容 如果像安歇来这套阵容拿出来的话 其实打什么角色都不怕的 东玄拿其他角色 我觉得这套阵容也都能打 大概率是面对女巫 这个阵容相对来讲 它的配合度就很低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配合度 你说前锋来保一个倒地的队友 在女巫多信徒面前 其实也保不了太多东西的 所以说这个局就是看第一波 机械师能够拖多久了 然后看机械师倒哪里 不像昨天 昨天狼队打小城那一把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是一个打团队运营的 然后今天这把的话 就感觉是一个各自为战 就是外面休机 然后机械师你找好位置倒 然后求着奔着保平去 有机会前期大龙神秀了 天秀了 那我这边去尝试打一个私人看办法 真三跑 就这样的一个打法 薄命 我觉得可能是拥兵和并换带吧 小铁这边前锋可能会带个双坛 这样的话 它更有发挥的空间 赛前预测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平局 我觉得是一个平局 很常规的一个平局 就是挂飞机械师 然后差不多修完三台半到四台 然后最后台机子 两边正常打 打完以后挽留留一个 这边是前锋带搏命 并换带双坛 因为我觉得并换 这边被追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你这边带一个双坛的话 它能够用到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要在机械师被挂飞以后 东悬总不可能 对吧 头铁道要去抓病患 放机械师在外面修吧 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你这个双坛可使用的时间点 就是基本上要等到大概三分半到四分钟以后了 然后前锋的话就不一样 前锋比如说机械师这边 前期不错 溜的不错 而且倒的也不错 前锋双坛过去撞一波 救什么的后续保 或者佣兵第一波卡半救 然后前锋后面撞救 救完以后继续保 有双坛在手 可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了 我们来看 这边他们肯定有他们的一个理解的 第一波 主要看的是大龙 主要看的是LONG LONG在哪里是最关键的 找到LONG一切都好说 找不到LONG打掉这个娃 原生打娃 在四黑职业比赛当中 女巫原生打娃一定不赚 亏不亏吗 那看后续找这边 这就是职业选手 职业教练 为什么让病患 带双坛 看到了没有 刚才那个垃圾解说 看到了没有 睁开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对不对 他们就算到了 大龙前期一波狗柱 然后这边东旋被迫来 抓一个病患 这双坛病患带的好啊 我都快说不下去了 这怎么圆呢 我有些话不应该提前讲 这个话讲到讲着讲着 我的脸就忽然的灼热了起来 玩累啊 这个点抓病患 那不是雪崩 那我觉得吧 虽然说这边确实东旋抓了病患 而且他没办法被迫抓的 因为这个时间点再去找戒施 找到戒施一直拉 撕黑给你报个点的话 一直拉 你也不一定能够很快击倒 那这边被迫来抓病患 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但是我分析的也不是说就是错的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 总不可能上来主动的去抓病患吧 他这个是被迫的 我们要分清主刺 这边东旋是已经卡住这块板子了 那这个局我觉得 穷者两波薄命一套 很有机会能够去打一个 私人开门战了 因为现在就差最后的密码机了 机子是肯定够的 病患的话 我觉得都不用走了 就在这边了 东旋这边直接切闪 想追节奏 甚至我觉得前锋这边 要不来撞一波 真有可能可以 真可以撞一波 这边的话 前锋保一保 尽可能把这时间拖一拖 要给前锋补一个信徒 前锋其实是可以倒的 你们我们可以算一下 外面加上娃娃的话 等于外面现在有四个人 那前锋保一保 外面还有三个人的 差了多少机子 差了就差一台了机子 机子是够的 前锋刚才 我觉得骚一骚 也不是不可以 用兵卡过来 那前锋现在有信徒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去修机 我们看下机子的一个安排 他这边没有给我们看机子的一个安排 角度上面看不到 看下最后待机谁在修 修了多少 应该是娃娃在修 应该是娃娃在修 这边佣兵过来跳 打一刀 好 这个状态就下来还挺舒服的 帮忙扛刀 先帮忙扛 女巫这边手里有一个闪现 这一刀一定不能被扛中 这刀被扛中 病患虽然说手里没有位移道具 但是拉开以后 前锋这边削完信徒可就过来了 前锋差不多已经可以往这边靠过来了 佣兵扛住刀了 卡梦这边 如果能把这个闪现逼出来 我们看一下待会前锋 再打 前锋来了 这里打两刀 佣兵 机子还 前锋来了 前锋撞好 那这边密码机 应该是肯定能 再来撞 漂亮 小铁这波撞 信徒削了 现在只有一个单信徒 单原生信徒 你外面还有个前锋呢 外面还有个前锋呢 这边要吃一刀量 签 想要签 东旋这边想要去签 那个佣兵 然后这边发现你的意图以后 直接点亮 四人开门站 小铁这边再拉球走 进前面的交互点 前面的板子是没有用掉的 那边那个板子足够用 这边补信徒给病患 东旋这边还有机会吗 我们来想一想 先击倒前锋 好的 然后病患这边没有任何的位移道具 且有一个信徒挂着 可以把前锋就近挂上以后再看 但是我看到病患的信徒和病患的位置 拉得非常的远 拦不住了 拦不住了 这个位置赶不上去的 就算你赶上去了 可能也是在门口打到那一刀 信徒削了 你原生信徒也没到 签不起来 三跑 砸了个板子 这个门没有开 门还差了一点点 这个门 我当时以为这门老早开了 因为这机子量打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没有算就机械师跑过来一个时间 这应该是跑过来花了一定时间 这局的话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前期这边机械师没被找到 以至于东旋开局抓了一个 我本以为不可能会被抓的病患 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怎么又把这个锅扣在我 对对对 你们说的对 我的锅 我不应该说总不可能抓病患这几个字 有道理啊 以后我还是要再谨慎一点 我觉得应该像这样讲 90%以上的可能性不会追病患吧